未来通勤族又有新的路线可以选择了 新北接运局最近就公布了 说中和光复县的起点 要规划在新北环状县的绣廊桥站 再从公馆站一路延伸到台北市光复南路 最后到板南县的国富纪念馆站来转成 但是呢有人就在网路上讨论说 捷运县的终点站如果设在台北市区似乎怪怪的 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 希望可以分散大巨蛋的人潮 捷运站人来人往是许多上班族同情的好工具 只不过想去的地方却总是要转线 尤其住在新北的民众 想要搭捷运到台北中心又得是好长一段路 原本预计要新建的南北县 也就是中和公馆县 路线规划从新北中和永和一路延伸到公馆基隆路 再来到内湖 不过因为受到经费效益考量 最后不了了之 但随着地方人口以及交通需求的增加 新北市府决定重启案子改名为中和光复县 并将这路线延伸到从秀朗桥开始 再从公馆延伸进入台北市光复南路 最后在板南县的国父纪念馆转程 路线全床八公里 能比原先路线少了将近一半的同情时间 也希望可以疏解大巨蛋人潮 不过这路线却也引来网友质疑 这终点暂停在国父纪念馆似乎怪怪的 况且以地理位置来说要再进行拓宽改建 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有可能要变成站外转程 也有民众许愿希望能连接到松山机场或是南港 好让通勤上班民众可以减少捷运转线的时间 记得综合报道